每样计算成绩,就是学生成绩 那第一个的话,特别注意哦 我第一个要,比如说我要执行之后的话 我要能够让它输入成绩 比如把成绩放到哪里呢? 特别注意哦 比如说我今天有输入一些成绩嘛 然后,假设我今天输入一些 最后呢 输入几个之后,最后按-1能够跳1 Enter的话,让它帮我把这个结果给做出来 那首先特别注意哦 这个地方因为我必须要不断输入资料 它能够帮我不断的记下来 那你特别注意哦,你就需要第一个 需要有一个什么呢?一个串列 把这些资料怎么样?帮我放到里面去 在以色列里面很简单嘛,把它一直停一停 但在拍摄里面怎么做? 一,请各位注意哦 我要先进一个空的串列 诶,特别注意哦 在以色列里面是本来开就有啦 但在Python里面没有 你必须要先跟Python说 哦,你先帮我产生一个空的清单 OK,所以第一个哦 我们就在第一行程式啊 先产生一个空的 空的什么? 空的一个串列哦,叫Score 那它预设里面就没有 没有的话就空的 意思说里面还没放清单 那我要怎么把它放进去哦 特别注意哦 关键的地方来了 那接下来这边产生一个变数叫Inscore 这个我们自己 就是放成绩的变数 OK,预设值为0 如果它放它的成绩 我就把这个成绩放到Inscore里面 然后再把它放到这个Score的这个串列 那怎么放哦,特别注意哦 接下来我们就不断的输入 那不断输入的话呢 我们就Wile 后面的话不是Wile 有E冒,但你可以写啦 就是说后面我刚才写一个逻辑 逻辑,那个逻辑的话呢 当什么呢 当这个Inscore 它不等于负1的时候 继续往下做 但它如果为负1的话呢 它就跳离回圈了 OK哦 所以这个是一个逻辑哦 Wile 当它不是负1的时候 就帮我怎么样 帮我把理下的成绩 帮我放到这个串列里面去 那要怎么放哦 特别注意哦 这个关键来了 放的地方的话 1,我们先让使用者输入嘛 请输入成绩 有没有 所以Input 那Input的话呢 这个地方哦 我们就跳出这个讯息 然后叫输入什么 输入一个成绩哦 比如说87分 但我前面讲过了 它Input就变这样 它输入的话 它输入的话 一定是一个什么 一个那个字串 文字嘛 那如果说你要把它变成不是文字的话 特别说有两个方法 就用int 有没有 前面有int 不过这个地方的话多一个 叫Evil 这个Evil的话呢 其实跟int有点像 不过呢 它不太一样 因为int的话是说 是说把它变 数字嘛 如果假设87.5好了 它会变成什么 87.5不见了 对不对 可是这个Evil的话 其实就evalu 它其实呢 主要是帮你把这个 双引号拿掉的意思 OK 所以它应该 有点像是帮你转型 只是说如果你有小数点 或没有小数点 反正呢 它只是把双引号拿掉而已 让你恢复成它原来的形态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这个也可以稍微记一下 那这样的好处就是说 如果它有小数点 或没有小数点 就比较不会用 像int int是一律帮你把它转成有小数点 那如果你用flow车的话 它变成一律就变成有小数点 所以用flow用int 各有它的缺点 用evalu可能是 更好的选择啦 OK 所以这个地方的话呢 稍微注意一下 再来的话呢 它输入inscore嘛 比如说我输入87 所以这个时候的话 它inscore本来是0 然后一输入之后的话变87分 OK 然后呢 把它转型了 接下来我要怎么样 把它放到这个串列里面 怎么放 关键地方来了 关键地方就是这个 如果你要把它放进去 关键地方就是什么 score.a 这个地方有一个方法 叫append OK append什么东西呢 后面刮符就是把inscore的东西 把它放到这个里面来 它就帮你怎么样 把那个87分 放到score 所以score的话呢 如果把它append进去的话 它里面就变成中刮符87 OK 那如果你又再输入第二个层级的话呢 它就变87 豆点87 豆点85 它就一直append一个 它就帮你append一个进去 那最后当然你会输入一个-1 所以这个地方特别注意 因为你输入负1 它这个地方有没有 因为在这边输入负1了 所以输入负1之后有没有 inscore会多跑一个什么 append有没有 因为你输入负1嘛 它再来回到这边来之后 才发现是负1 才跳离 所以这个创立里面 会有一个缺点 多一个负1 OK 所以特别注意 这个可能要稍微注意这个 所以可以改 理论上应该可以让它怎么样 如果它是负1 就应该不要append才对 会更好啦 OK 因为这个也是一种写法 这个是 其实我这个原来是参考那个 我参考书目里面某一本书 它是这样写 但我觉得这样写好像有点不OK 不过你也可以改 至于要怎么改 可以想想看 那它改的 不用 如果说我还没改的话 那我要注意里面有个负1 OK 所以 这个五个东西 全部都会被搬到哪里呢 搬到这个score里面去了 关键的地方是用什么 用这个append OK 所以关键的地方 也就是说 如何产生一个空的串列 如何把资料放到串列里面去 就这两个 这蛮重要的 因为以后 无论在任何地方 你要把资料放到串列的方法 都一样 append OK 并没有什么太高的技巧 就append OK 最后如果我输入负1了 它就跳底了 不过会多一个 就是不应该出现的资料 那接下来我要怎么算什么 算它里面有几个 所以print共有四个学生 那我怎么知道 总共四个学生 所以特别主要 共有几个学生 那我们其实可以用 有一个方法 叫LEN 这个LEN跟那个什么 跟那个 Esser里面那个LEN蛮像的 LEN里面的话 你就跟他讲说 LEN就lex 就是长度的意思 然后你把这个scope放进来 他就帮你算 1 2 3 4 5个东西 所以他回来告诉5 然后呢 因为多一个 多这个负1 所以记得怎么样 把这个减1 然后呢 外面记得加一个strip 因为他回来的会是数字 那因为你前后 如果输出是字串的话 那你要记得把它转型 这个应该都讲过了 没有问题 所以四个学生 这应该没问题 那总分怎么算 总分的话呢 要不就怎么样 把这个全部跑回圈 那跑回圈的话 for i 什么 for i 先加一个total 都都是总分 那如果要全部加起来的话 你可以找 for i in range OK 那这个range的话呢 我们 它的编号从0开始 所以这个是第0 第0的成绩 第1个成绩 第2 第3 一直到哪一个呢 一直到这个就跳鱼了 所以特别注意哦 总共的话 有5个 有没有 这个有5个 那我应该是跑到这边停下来嘛 所以应该是 0 1 2 3 4就不要了 所以基本上 这边应该是4才对嘛 对 所以这边的话 记得要减1 如果没有减1的话 那它会多跑一次 应该可以看懂这意思 OK 所以就是 把那个里面 做什么呢 把它做累加 累加还记得吧 total等于total加里面的资料 那total里面的资料的话呢 我们就是把这个 这个scope里面的第几个嘛 第0个 放到这边来 那它这个地方哦 total第0个的话 它就抓到哪一个 抓到87分 第一个的话呢 抓到这一个 这一个 一直在推 OK 累加的话 total加等于 当然我前面讲过啦 你如果不写这样的话 你可以啦 total 怎么样 total等于total加 也可以啦 写这样也可以 total加上 那个串列里面的第几个 因为它所以只从0开始 所以我们可以把它加到total里面去 那平均的话呢 就是把它总共几个 减掉1 最后那个不要 平均就出来了 最后的话呢 本班的成绩就把它print了出来 本班总分 然后呢 我就把它放一个 特别注意到 这个我是用format 当然你如果不用format 变成你要把total放进来 但我前面讲过 如果你用format的话 那因为有两个嘛 一个是 这个是总分 当然你有两种写法 你可以这样啦 你也可以用大瓜糊 这好像前面用那个 99成绩表里面用过 另外一种是我确定要给整数的话 就是冒号d 表示我这个总分是 一个 这个数字 然后呢 渠道小旋第二位还记得吧 大瓜糊 有没有 冒号先加 那如果渠道小旋第二位 点2f就可以了 这样的渠道小旋 再来的话就把total 跟这个average 把它放到format刮糊里面 它就帮你放进来 格式化的结果 就会把结果输出 这样的话呢 我们就完成 这个计算的结果 OK 这个程式码云端上也有了 所以请各位试试看 那最关键的地方呢 不外乎就是 如何建一个空的score 如何再把资料放进去 OK 来画面再还给各位一下 试一下 程式码相对的会比较多一些些 不过大体上 除了那个score 那个创列是新的 底下的部分的话 像那个画围圈 还有像4围圈 这些都前面有讲过 只是说像程式 如果你要能够 真的把它用上 我后来发现 还要熟练 要花时间去不断磨练 所以如果你还不够熟 不过没关系 你可以先拿云端上面的程式码 先贴看看吧 然后再来把那个 你比较不熟的部分 把它删掉 然后重新再key 你比较不熟的地方 OK 试一下 所以这边的话就是 练习 假如说我今天要输入成绩 如果 如果真的比起sale 真的还是非常麻烦 sale打开 它本身就有了 意思就是说 它就给你很多串列 你随便放没关系 你爱放A栏也可以 爱放B栏也可以 但是 Python就是什么都没有 你要 必须要自己建一个串列